那我们要问了 那一阵法界这些像 众生像跟佛菩萨像一样不一样 跟主持人说不一样 并不是一阵法界这花都变成一个颜色了 都变成一个颜色 不是啊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形象呢 一阴果报本来就那么多吗 这是佛讲的吗 诸法空相 因果不空 因复杂 现的相复杂 可是你要知道 现的相再复杂 这些现象都是当体皆空了不可的 修行人 不可欲望心外 别只有一真心 一定要如 真忘不二 那就是真的 如果说忘的外面有个真的 真的外面有个忘的 都迷了 都错了 都错了 过去 欧阳敬吴先生曾经说过 佛法不是宗教 佛法也不是哲学 不是宗教 这个意思我们很清楚 为什么不是哲学 为什么不是哲学 我们读今读到这个地方就明了了 这学里面有能有所能 能所是对立的 相对的 佛法里面没有一法是对立的 所以它跟这学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们从对立的这个心态去学佛 你决定不能入佛门 现在佛法变成宗教了 那么你要不是学的是佛教的宗教 就是学的是佛教的哲学 绝对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教义 所以一定要记住佛法是不二法了 这个六祖讲的好 二就不是佛法了 所以忘心跟真心是一不是二 那为什么把它叫做真心又叫做忘心 因为迷雾不一样 迷了就叫忘心 悟了就叫真心 迷的是它 悟的还是它 而心里面没有迷雾啊 由此可知忘心真心是假名而已啊 是不得已说了一个名词啊 有没有迷雾呢 再跟你说迷雾不二 这个就越说越深 说迷雾不二 这个意思非常非常之深 我们看到迷雾非常显著的不一样啊 怎么会不二呢 你要把它的根源搞清楚了 明白了 那就不二了 怎么误的 怎么误的 这是大臣聊一经典里面 都讲这个问题 金刚经上尤其说的透彻 尤其说的民奔 师尊说法非常巧妙啊 用极非是民来吸引是这个意思 法法皆如啊 法法不二啊 所以不能够啊 把这个法看作二啊 这是讲的真心跟忘心啊 忘心之外 另外执着有一个真心啊 若其如此 若其如此 任服 媚心啊 媚就是迷啊 还是迷了心 还是不见心 何以故 不足于心 乃真是心故 啊 啊 换一句话说 佛所假的真心忘心呢 都不要去执着 啊 我们要体会他的意思 不能分别 不能想象啊 我想想佛这是什么意思 那就错了 所以佛法里面不但是禅宗 教下也不例外 啊 佛法里都不讲研究 啊 为什么呢 研究是意识 啊 佛法用的名词叫参究 啊 参究跟研究什么不一样呢 参究不用心意识 啊 也就是不用分别 啊 不用执着 不但这个不用啊 也不落印象 啊 这个心意识啊 心是阿类也是 阿类也是是落印象啊 啊 摩那时是执着啊 意识是分别 立心意识 就是立分别 立执着 立印象 啊 那个叫参啊 啊 一言就是用心意识 啊 一言就不行 一言就完全落着二三了 啊 所以参的时候就不落二三了 啊 不落二三万发一辱啊 要紧功夫 为在不起病即止 这一塌起病是元城市 啊 一塌起身 一塌起身 一塌起身相分嘛 是相根作用嘛 元城市是体嘛 啊 啊 一二三三二一嘛 确实是一桩事情 这是入布尔发门了嘛 啊 啊 所以坏在哪里呢 坏在病机制 啊 便即止 就是妄想分别之主 就坏在这里啊 好一姑 于性相皆不即止 啊 所以 这人现相 而性 故无相也 所以 事入生死 而性本 无生也 所以 只要离开妄想分别之主 是法界 六道轮回 原来就是一阵法界 那我们要问了 那一阵法界这些相 啊 啊 众生相跟佛菩萨相一样不一样 对主说不一样 啊 并不是一阵法界 这花都变成一个颜色了 都变成一个形象 不是啊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形象呢 一阵果报本来就那么多吗 这是佛讲的吗 诸法空相 啊 因果不空啊 因复杂 现的相复杂 可是你要知道 现的相再复杂 这些现象 都是当体皆空了不可的 所以三五星里面讲啊 三五星吧 就是说这个四十真相啊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饱 你 佛 佛 佛